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欣赏的是孟德尔颂的作品 孟德尔颂呢子专老师选了两首 那孟德尔颂他活的时间不长 他只有活了38岁 那他算是在浪漫主义中期的一个作曲家 他虽然活得不长 但他写的音乐呢数量也还蛮多的 因为他的父亲啊的经济非常的好 那给他一个非常好的音乐教育的资源 甚至啊他在家里养了一个小型的乐团 让孟德尔颂呢在年轻的时候 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他的创作能力 就好像刚刚我们说那个马勒啊 或是史特老师啊 他们手上都有资源 他们就尽情的可以创作那样子的曲子 有人为他演奏那孟德尔颂也是 那他的音乐的这个啊 尤其是歌曲的作品呢 充满了灵性 那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去形容 孟德尔颂的这个歌曲的音乐啊 有一些形容词 像节目单上说 他的音乐充满了晶莹剔透感 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甜美 非常的愉悦 这大概也是跟他的这个生活也有关系哦 因为他家里的生活还蛮优渥的 那勾勒出呢 这些就是勾勒出他的音乐特质 那么第一首呢 世界名曲来着不管是在广告啊电影啊到处都会听到这首曲子 叫做《乘着歌声的赤马》这个是孟德尔颂呢最有名最有名的歌曲 那这是海涅的诗 那他在形容呢一对恋人在月色当中在河畔边优惠的景象 这个曲子以及诗的内容呢给你感受弥漫着一股浪漫主义的甜美气息 那第二首呢叫做《没有人知道或猜到》 这首曲子呢是爱森朵夫的诗 然后呢他暧昧的提到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小秘密 那这里面还有提到说前往美好世界的渴望 透过宁静的雪景呢衬托出内心澎湃的激情 OK 那我们赶快来欣赏梓珊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在眼眺下的星星 我心中心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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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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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